就在今天晚上七点多 台东市一间农机行起火燃烧 而且还传出了爆炸声响 店家的老板娘为了抢救生财工具 冒险是闯入了火场 附近的民众见状之后 赶紧将它拉了出来 结果她的双手还是不小心被烫伤 火势是燃烧了将近两个小时才被扑灭 消防车还没赶到 大家竟然不要命似的陆续冲进去 不管危不危险 就是要把东西抢救出来 农机行里头已经是烧得一片通红 机械器具被烧到传出爆炸声响 就怕火势扩大蔓延 老板娘还闯入火场关瓦斯 邻居见状赶紧大喊将人拉出 但她的双手已经不慎被烫伤 阿嬷进去里面关瓦斯 他是怕瓦斯爆炸 真的很可怕 那个真的很大声 比烟火还大声 意外来得太突然 大家想洒水灌救根本没用 直到消防人员到场 火势才得以控制 29号晚上7点多 台东市中心路三段 一间农机行突然起火燃烧 由于里头都是一些昂贵的器具 一旁的面店也是自家经营 64岁老板娘为了抢救身材工具 双手被烫伤 赶紧送一治疗 大火烧了将近两个小时才扑灭 光是一台割草机就要20几万 农机行损失的还不止这个 金额恐怕不是一笔小数目 记者论详想台湾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